各位同學,我們又上課了 上一次講完1.1,今天就講新的1.2 Radio Activity 上課我們講到,輻射對人的身體有害 我們要小心輻射 但我們不需要過份擔心 其實周圍環境裡面,根本就存在著輻射 所以任何人都會在周圍環境裡面 接受到少量輻射 其實我們身體一早就已經適應了輻射 只要輻射的水平不是過高 對身體來說是沒有任何傷害 周圍環境的輻射,我們叫做Background Radiation 中文叫做本地輻射 其實輻射來說,有些是自然產生的 有些是人為的 我們先看看Background Radiation的來源 第一個Background Radiation的來源 第二就是宇宙蛇線 Cosmic Racer From Outer Space 佔13% 第二就是 關於土壤和岩石 亦有16% 是Background Radiation 第三就是空氣 空氣有些放射性的氣體 Radioactive Gases 佔42% 很多時候會在岩石、土壤、建築物 釋放出來 當然,我們在吃的食物 都有輻射成分 這裏就佔9% Radioactive substances in foods and drains 這裏就說了幾個關於自然界的來源 現在就講講兩個關於 關於人工的來源 第一件事 就是你去做醫療檢查 medical practices 即是照X-ray的那些 你會接收輻射 另外 人要發電 有核電廠 核電廠釋放一些輻射層 佔Background Radiation的1% 好啦,這裏有個問題 其實我們會在以下哪些活動 會接受到輻射的呢 Eating rice 有沒有 其實有的 食物裏面是有輻射的 看電視 亦都有輻射 就算你住在廣間屋裏面 亦有Vative Gases 食煙更加有輻射 用手機亦有輻射 甚至乎行山 行山亦有Rod and Soil 裏面亦會釋放一些輻射 所以周圍環境亦有輻射 給同學一個提示 有時候考試的long question 都會問同學 舉一舉一兩個 Background Radiation的來源 即是剛才那些 你選擇兩個 容易去背 我建議你去背第一個 cosmic rays 兩個字 第二個 Radioactive gases 也是兩個字 這樣就滿足到 題目的要求 我們學校有時會做一些輻射的實驗 因此 學校其實是有Radioactive sources 但我們那些輻射源 主要來說是一些很弱的輻射源 太強的輻射源 對於老師 實驗室技術員 和學生都有影響 所以我們會用一些 Rig的Radioactive sources 即使是這樣 我們都會很小心地處理 我們會 將那些Radioactive sources 放進金屬到蜜蜂 所以我們這塊東西 夾著那塊東西 就是Radioactive source 其實真正那塊輻射源 是很小的 外面的外殼 其實就用來包圍著 那個輻射源 我們做一些輻射的實驗 其實有些安全措施 隔五中也會考同學要寫一兩個實驗室 安全措施 關於做輻射實驗 我們學第一個 就是那些輻射 是需要放進一個Led container 不是隨便找一個盒子 放進輻射源 好了 第二 不要就這樣拿起Radioactive sources 不要就這樣拿起輻射源 你是需要用鉗去鉗 鉗我們叫做Fozaps 第三就是 實驗不能讓學生做 因為太危險了 第四 就算老師做 實驗也要好好計劃 盡量減少使用輻射源的時間 譬如 我們把所有的實驗器材 Get ready 最後 才拿出Radioactive source 做實驗 一做完 立即把它放進container 最後才放進其他東西 變成我們 最遲拿複射源出來 最早收回好 這些就叫做 Minimize the time of using the source 剛才說過 我們考試也要寫一兩點 關於Lab safety的 rules 我建議你 寫第一點 那些 Radioactive source 要Store in let containers 第二 用Fozaps 去 Handle with Fozaps 現在就繼續說回 複射的 Properties 之前說過 複射 其實是有 RNism Power 因為RNism Power很重要 所以我再問你一次 你自己想想 RNism Power 其實是甚麼Power RNism Power 好我現在開估了 其實RNism Power 即是說 複射有能力 將本來正常的 Gas Molecule 裡面的電子 抽走了 變成那顆Gas Molecule 會失去電子 變成離子 就像這樣 我有個複射 它就撞下去 Nutral Molecule Nutral Molecule 其中一個電子就失去了 它這顆Nutral Molecule 變成了 Positive Iron 這顆電子就貼到另外一顆Nutral Molecule 就變成了 Nutral Molecule RNism Power 即是一個能力 能夠將Nutral Molecule 變成一些大電荷的離子 這個能力 就叫做RNism Power 由於那些正乎離子 其實是自由地流動的 所以那些氣體 Anize the gas 其實是可以導電的 Can conduct electricity 如果我們那個 輻射的強度增加 就會有多些離子產生 那些氣體 就更加之導電 好了 說就這樣說 有什麼方法可以證實 那些輻射 是有Anizing Power的呢 原來我們 是一個實驗儀器的 就叫做Spark Counter Spark Counter的結構 其實就不太複雜 它主要來說 就有一塊的金屬網面 Wiregauze 即這塊叫做Wiregauze 另外在Wiregauze下面 就有一條Thin Wire 金屬的網面 就是Earth的 即是靈屋 而那個Thin Wire 就是這條線 這條線 是不是 就是4000W左右 設定這麼高電壓 好了 當我們有正乎離子出現的時候 就會產生一些火花 有些Spark產生 如果那個輻射源 那個Anizing Power 越強的時候 就自然就會產生更加多的Ions 越多的Ions 就會產生更加多的Spark 我們就看看這個Video 在這個研究竟的研究竟 so that sparking just stops Hold an alpha source about one centimetre above the wire gauze Observe the sparks produced Repeat with a beta source Then repeat with a gamma source once more Which kind of radiation produces the most sparks And therefore has the strongest ionizing power 從實驗來講 結果是有三種輻射 Alpha, Beta, Gamma Alpha 製造出最多sparce 製造出最多sparce 代表製造出最多sparce 也就是Alpha Radiation Alpha Radiation 第二名是Beta 最弱就是Gamma 這個先後順序是必須背 為何有輻射會產生Sparce 原理是相當簡單的 首先我們會把輻射圓放在Wiregauze附近 輻射圓會製造一大堆Ions 一有Ions 即是正的離子就去負那塊網膜 負的離子就去正的Wire 當正的離子去到那塊網膜的時候 它就會從網膜的負極獲得電子 當positive Ions recapture electrons就會產生Sparce 這裏有一個Beta的輻射圓 Beta Source 放在兩塊降低空間中間 你會發現原則上 這個電腦其實是一個open circuit 因為這裏是空氣 所以如果我們拿走了Beta Source 其實就應該不會有電流流過 也就是說這個Sensitive的Gaphonometer 應該的讀數應該是零 但是我放了Beta Source 在這裏的時候 Gaphonometer就會錄到一個讀數 Deflex 即是有電流通過 那為什麼呢 很簡單 就是Beta Redition 其實它有一定的Ionizing Power 那個Ionizing Power 即使是弱點 它都可以Ionize到Air Molecules 一Ionize到Air Molecules 就代表了Positive Ion 和Negative Ion的產生 Positive Ion去附板 Negative Ion去正那塊Conducted Plate 變成電腦就Complete了 由電流流過電腦 那個Gaphonometer 就有個DETECT到電流 就會指針發馬 但如果整個實驗 整個setup 即是真空的時候 你猜一下這個Gaphonometer 有沒有讀數 Explain what can be observed from the Gaphonometer 答案就是因為真空 所以沒有Air Molecules 即是說 Beta Source 其實Ionize不到任何東西 就會No Ions are formed 沒有Ions 就不能產生電流 即是說Gaphonometer的讀數就是0 接著介紹一件事 叫做Analization Chamber 這個Chamber 類似剛才那條題目 有個複射員 當有個複射員 會Analize 了一些Air Molecules 將它們給予正負離子 正離子去了副板 副離子去了正板 電路就完整 有一個電流流過 如果我們有一個更強的Analize Power RadeoActive Source 就會產生更多的Ions 而這個電流就更大了 我們就可以從Gaphonometer 電流的大小 估計到Analize Power 究竟強或弱 接著我會介紹另一個 detect 輻射的儀器 它叫做Diffusion Cloud Chamber 大家都知道 輻射其實是看不到的 Invisible 但其實透過Diffusion Cloud Chamber 我們可以看到輻射的路徑 這樣都頗特別 我們可以去片 先看 我們會觀察 我們會觀察 螢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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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螢 Cover the dry ice with a foam pad and screw the base lid back on Use a dropper to add some methylated spirit to the felt ring in the upper part of the chamber 即是加點酒精 即是加點酒精在一個圓形的海綿圈那裏 replace the plastic lid illuminate the chamber with a lamp Insert a weak radium source into the chamber and observe from above the tracks produced 在你的攝影上 是的 尚可能會え在一起 represented 精 insult 尚可能很早 端在水面上 哦 стро人 這怪機 相机 雪 有 在镜头前,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粗而直的线由放射源散射出来 这些就是α辐射的径织,它们的长度大约是3-5厘米左右 如果大家想只是看到β和γ辐射的径织,我们需要在雷放射源前放一块石纸 因为石纸能够有效阻挡α辐射,所以只有β和γ辐射能够穿透石纸 但是由于β和γ辐射的径织比较微弱,幼小,所以肉眼是不容易看到的 我们只会看到小部分较微弱,幼小和弯弯弯弯的径织 透过扩散云室,我们可以利用辐射在云室产生的径织,来分辨那只辐射的种类 其实Diffusion Cloud Chamber的原理是什么呢? 为什么会有幅射在这里,看到一条白白色的路线呢? 我们解释这个原理了 第一点,我将Radioactive Source放到Diffusion Cloud Chamber里面 而那个Radiation会在沿途产生很多正乎离子 那些酒精,酒精就会condense around the irons Irons附近就堆积了很多白色的酒精 经过强光照射的时候,你就会看到酒精的路线 白地色就显示到Radiation经过的地方 好了,我们就留意一下实验的结果 第一点,就是那些白色的线,那些Tracks 其实是随机的产生的 有时候一秒钟有五六条射出来 有时候一秒钟只有两三条射出来 有时多有时少,随机的 而且那些辐射射向不同方向 另外,每一条白色的路线的长度是不同的 代表什么呢? 代表辐射的能量是不同的 如果辐射能量是大一点 那白色的线就会长一点 如果辐射能量低一点 那Length of the track就会短一点 如果我们是用Alpha的辐射圆 结果是那条路线的track 是粗的,而且是直的 那推论到什么呢? 其实,如果是粗的线 就代表它周围黏了很多Alcohol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Alcohol黏在一起呢? 因为有很多Irons产生 所以粗的线就代表 Strong Unleasing Power 直的线又代表什么呢? 因为Alpha Particles是比较重一点 不是那么容易被空气粒子撞到转移路线 所以Alpha Tracks are straight 因为Alpha Particles are heavy and not reflected easily 好了,接下来说Beta Beta 你看到那条路线是幼的 以及弯弯弯弯弯弯的 Twister 幼的代表Alpha Particles 是差一点 我produce少一点Irons 那变成了Alcohol 就不会黏在一大堆Irons 那条路线就会幼一点 另外,它弯弯弯弯弯弯弯 因为Beta Particles 其实是Electrons 它是轻一点 它容易被到周围的空气粒子 弄到它改变方向 Deflact easily 最后Gamma Radiation 其实很难看到Gamma Radiation的痕迹 因为Gamma Radiation的Analized Power 实际上太弱了 有些人把Diffusion Cloud Chamber 里面的空间 充滿Helium Gas 再利用Alpha Radiation 用Alpha Source 做一次实验 发现有直角的痕迹 Right Angle的Fort Track 其实它是说这直角是直角 好了,这个直角有什么启示的呢? 我们有一条实验片段 你看完就明白了 The Apparatus As shown Is used to simulate Particle Collision First we spray The plastic beans Over the tray We are going to use The pair of magnets With identical mass To simulate The collision Between two particles With the same mass Push one magnetic puck Gently to collide At an angle With the other one Which is stationary What can you notice About the angle Between the tracks Of the magnets Now we use A pair of pucks Of different mass And repeat the experiment To simulate the collision Between two particles Of different mass What happens If the colliding pucks Have different mass 如果兩個粒子 斜斜地雙撞 撞完之後 兩個就會分開行走 如果兩個粒子的質量 是完全相同的時候 那條路徑就會是90度角 當我們發現到Alpha Particle 撞到Helium Atom 發現到一個直角的痕跡 其實可以代表Alpha的質量 和Helium Atom的質量 是完全一樣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斷定到 Alpha Radiation 其實是Helium的原子核 我們差不多講完 我們現在去一去 Test Book的第17頁 我們做一條Check Point 請同學自己做了 然後才對答案 我們填一填這個表 首先Nuclear Radiation 其實第一格 寫Alpha、Beta、Gamma 是寫什麼呢? Alpha,Beta,Gamma Alpha,Beta,Gamma 是非常弱 而是完全沒有Spark 那我們應該是Gamma 如果是Gamma 如果是Gamma 的時候 Cloud Chamber的勁積 應該是Canharleby 或者我們寫Scatter.Track 即是梳落分散的勁積 好 然後第二格 有很多Spark 即是代表Alpha R-Line Simpower 很強 R-Line Simpower 這肯定是Alpha 而Cloud Chamber 出現的痕跡 應該是Street and Thick 最後一定是Beta Diffusion Cloud Chamber 裡面的Tracks 痕跡應該是Twisted 和Thin Tracks 即是我們都看到有 不過是幼一點 還有它是挖挖曲曲 Twisted 這是Beta Radiation R-Line Simpower 就是Week R-Line Simpower 以及Spark Counter 就是少量的Spark 好了 我們現在就站一站去雞精 去到44頁 我們寫一寫筆記 好了 44頁 我們上次寫了ABC 其實我們今天就講D 以及I 先講D 先講D 就是R-Line Simpower 必須記住 Alpha第一 Beta第二 Gamma第三 但是 我們不會寫 Strong, Medium 和Week 一定是Alpha 一定是Strong 而Beta R-Line Simpower 我們已經叫做Week 而Gamma R-Line Simpower 我們便會寫 Very Week 另外 Diffusion Cloud Chamber 出現的痕跡如何描述 Alpha 是Thick and Straight 而Beta 是Thin and Twisted 而Gamma 是Heartly Thin 或者Scattered 好了 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 請同學在Youtube留言 亦記下你的學號 拜拜